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新书最新写的DOTA第一视角 好久没有发视频了 隔了十几天 但每发一部视频呢 最少是隔一个星期 所以呢 看我视频 就觉得这个 你们可能没发现 但我觉得呢 这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 对吧 已经九月份了 这夏天都快过去了 那么这部 这个迟到的视频呢 当然不会让大家失望 对吧 每一部视频 人家说 人家都要问我 你自己最喜欢的视频 是哪一部 对吧 最最期待的 我总是回答人家 永远是下一部 我相信大家和我的答案 对吧 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一部视频呢 为什么说不会让大家失望 因为呢 这个圆盾出门 中单的汉地神牛 大家可能玩了这么多年 DOTA都掌握不了牛头的精髓 以及牛头的这个核心 到底是什么 那么在视频的开头呢 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牛头的技能 大家都觉得这个勾鹤 对吧 就是他的一技能 快捷键是F 特别的关键 其实牛头的核心技能 是余震 为什么是余震呢 因为牛头的每一个技能 都和三技能有关 但是三技能的余震 他的伤害 他的那个效果的范围呢 只有三百码 那么为什么说 这个每个技能都和余震有关呢 余震是牛头的唯一的被动 也就是三技能 牛头在三百码之内 放技能都会触发 他的被动余震 那么余震 这个技能 它的效果 加成是什么呢 它是造成额外的伤害 那么最重要的是有额外的这个晕眩时间 所以 只有在三百码之内 这个跳大或者是放技能 才有 才是牛头伤害最高的 这个 怎么说呢 技能释放的这个技巧 或者是方法 比如说牛头三连 对吧 你不管是一技能 这个大招怎么放的多好 你三连如果没有触发三技能 也就是说他是 几乎不能称之为三连 其实牛头 最终的奥义是四连 因为 如果对方是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我对 兑现的这个屠夫 对吧 你三连没有触发到三技能 那么 你这个三连也连不了 因为他有一个 控制技能 可以把你给咬住 对吧 那么我这把 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 什么叫做 中单汉地神牛 打一个带节奏核心的位置 对吧 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了 其实这个牛头 是怎么火的呢 它其实不是在路人局当中火的 它是在这个 DOTAE的比赛当中火的 大家如果回顾一下 之前咱们DOTAE 这个大型比赛的 就是时候 就会发现这个牛头 比如说那个W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个屠夫过来跟我浪 开开我一 一棒水砍上去发现不行 因为这个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 因为这个屠夫 他的血量 他的就是力量 要比我 多 血比我厚 你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屠夫的血和我一样的话 这个一血是我拿定了 而且刚才呢 这个就是因为我这个沟赫 就是沟赫触发了这个被动 那沟赫的晕眩时间是多久呢 是一秒 然后一级 然后这个余震呢 一级才0.6秒 所以当我放E和F的时候 我都不能脱离 他给我这个腐蚀的这个范围 所以我被他给搞死了 但是没有关系 那我刚才说到这 其实我到现在 我都觉得这个DOTA1的比赛 要比DOTA2好看 真的好看 因为DOTA2呢 他是 怎么说呢 战术 战术当然大家都有 然后意识 意识是DOTA2比较吃重的一个地方 那DOTA1 还是DOTA2 DOTA2还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偏团队 所以呢 你看DOTA1比赛的时候 个人能力的差距 是能够拉开团队的 这个能 就是能够带来团队的 团队的效益啊 很多 但DOTA2呢 你看现在的版本 其实你如果个人能力再好 你像这个苏妹尔 对不对 他感觉能够 一个人再秀 也不能够 就是说 哎呀一个人能够 一打二啦 一打三啦 还是要很 很吃团队 所以你刚才DOTA1的比赛当中 就会怎么说呢 那种个人秀啊 个人能力 就那时候也可能是版本的原因啊 因为DOTA2这个版本 他就是说 呃不然装备也好了啊 或者是你看这个 哎 这个主服要跟我浪啊 他这个力量实在是太高了 我打一下他 他没跟哎 勾到了车子 但是我这没有鞋啊 看一下第二个沟赫能不能搞死他啊 这没有鞋 这比较麻烦 这个沟赫 如果没有触发被动的话 我你看 他晕眩的时间就太少了啊 这边我还被被被兵卡住了 你这一说到这个DOTA2啊 就让我不禁得感慨 这个竞技游戏 真的已经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咱们玩过DOTA1的啊 或者说玩过DOTA2的 呃要么就玩过星际的啊 玩过这个Wall3的 有没有感觉这个 DOTA2一出这个竞技游戏 真的就到头了 啊 这此话怎讲的 就是说 那时候就我还感觉这个 风暴英雄 就是暴雪出的这个 也是Mobile类的这个竞技的啊 就是他一款这儿八经呢 就是团队游戏 哎 火不起来 啊 然后这个 DOTA2啊 我说实话 我感觉也没有特别火起来啊 现在 现在如果你要不玩这个DOTA了 啊 这边我又被他被他给搞死了啊 如果就不 你找不到另外一款能够代替的 你就比如说 咱们就可以说的设定现实的啊 这个DOTA2 DOTA1如果再不 就是走下坡路 就是说越来越 人玩越来越少了 比如说和Wall3一样了 你要再去找一款 这儿八经 竞技的啊 个人水平能够 就是 你就拿这个 王者荣耀啊 来比好了 就王者荣耀玩了 四三四个月 达到了这个荣耀王者 七十星 对吧 前 DOTA直接选手 天路航门组carry 这个玩完总容量 玩了三四个月 达到这个 七十星之后 我就不玩了啊 我就 到现在就几个月没玩 为什么呢 那个游戏玩到我那个程度啊 单排单排不了 为什么呢 匹不到人 一天 你匹个二十分钟 你看 这么多人在玩 我匹二十分钟都匹不到人 啊 单排特别难 然后那个游戏吧 你如果 主牌吧 你要找和你一样水平的五个人 就特别特别特别的难 啊 如果你水平你 双排三排的话 啊 如果水平不够的话 那就那就是去送分的 所以呢 我才觉得 这个像这种游戏啊 真的是 太经典了啊 真的没有办法超越了 而且呢 这个这块游戏 他出的这个目的 本来也就是 很纯粹啊 你像玩主荣耀呢 就是怎么说呢 说的打的竞技的 总感觉是打的竞技的 这个 旗 旗子啊 然后出了一款 就是 人人都会拿碎片时间去 玩的一款 这个休闲娱乐啊 然后带点竞技的游戏 虽然说这个游戏比赛也很火 啊 但是总感觉 不得劲 所以说 你想 咱们这 咱们这个经历过 这个卧三啊 经历过星际 经历过什么3C 到这个DOTA的人 也能有多幸福 啊 玩的游戏 贼 就 特别纯粹 啊 你说这个 一个腾讯啊 腾讯你看总总扎我心啊 不然的话 这个你看 以前啊 咱们屌丝 这个翻翻这个朋友圈 啊 一天一天乐乐呵呵的 对吧 这各种女神 就是多好啊 看见女神 哎呀 今天这个自拍 明天这个自拍 现在你看 现在你看 现在朋友圈 只能看到三天的了啊 那不禁让我感慨 又感慨了啊 这个曾经 身体都能进去的人 如今 朋友圈都进不了 这这这对对吧 好啊 刚才 这牛头啊 大家可能刚才有注意到 牛头 他还有一个最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的瞬间到达六级啊 瞬间到达六级 他一个大招啊 他的大招呢 是没有呃 血晕的啊 只有配合他的鱼震 那么大招加上一技能啊 就是快捷键一啊 就是二技能 这个鱼震 那再加上一技能 这个血晕时间就非常长了啊 加起来应该能有这个三秒 三秒左右啊 如果鱼震的顶鱼鱼震的 就是如果把鱼震加满啊 是晕1.5秒 那三秒左右 你想一想 再加上你二技能 加到这个基础攻击 这个基础的普攻伤害 是特别特别的变态啊 所以你伤害就打得特别的足 然后这边啊 我们呃 带着这个骨灰啊 往上路去满状态 这一波对面冲塔干人 就特别的过分 我一个二技能 我再A一下 他船有没有了 直接被我给敲死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屠夫船长 加沉默术使 那边他勾我 我一个二技能 我A一下 这骨灰贴住 这边要躲他一个勾 不然的话我可能会死 他可能没有来 或者是没有出勾 这边我一个二技能 再一下漂亮 然后再一下一个F 他把我人头给抢了 我得赶紧给自己贴个骨灰 是这样的 如果别人给你贴骨灰的时候 快死的时候 你给自己贴个骨灰 是有效果的 你不会加血 但是你会抵掉他的骨灰 就是说你不会再扣血了 但是也不会加血 这个小细节大家注意到了 很多人这个看了我视频 或者看了我直播都问我 请说你哪来那么多段子 对吧 是不是天天这个做视频就就就念稿子啊 那很多人这个因为因为这个 然后来质疑我什么的 就这个呢怎么说呢 一个天天活在段子里面的人 还需要去背段子吗 对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讲过 就是有一个小故事啊 真实的小故事 就是我小学的时候 我读小学的时候呢 呃成绩特别好 啊 这个 不是三条杠啊 就是什么委员 什么委员的 老师就特别喜欢我 那那个时候呢 我做了一件 这个 经常做好人好事 啊 但是呢 呃 到了四五年级之后啊 虽然说我的成绩不是那么好了啊 也不是什么班长 也不是什么三条杠了 但那个时候我还是乐中于做好人好事 比如说 有一次这个中午放学的时候呢 呃 我们不是拿着这个 什么南路了 东路了 西路了 北路这个路牌 这个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啊 然后就是在 就是咱们这个 呃 放学的时候呢 呃 我们这个南路的 拿着南路牌的这个 有一个班长 对吧 那时候咱们就四年加五年级 那时候的班长啊 姓姓 姓什么 我也记不太清楚 那个时候 哎 咱们先这边看杀人啊 这个人是死了 我就不用不浪费这个F了 然后传染放了船 啊 这波我是有大招的 我们看一下他 锤了这个 一下 再A一下 但是这边有这个 古法的这个东西 古法的一个棒子 所以我放技能特别疼 我再E一下 哎 传染棒水起来 但他打不过我 他这个古法的棒子特别讨厌啊 又扣篮 然后放技能又扣又扣血 没有 挑刀在手 11分钟 牛头杀到我们的队友 里面挑刀过去 一个A一下 然后他给他骨灰 走一下 这边再走一下 一个大招 拿他他人头 这个 我最快 最快出跳刀的是 斧王 直播的时候 4分钟跳刀 哎 这边有眼 大家可以注意到没有 啊 我直接走了 这边应该是 这个下路河道的 这个地方有眼啊 他给我一个T 然后我一个F 解了T 然后这边 我有320的攻击 沉默方了一个大 我A下翻 这个古法过来了 我就只好扭头就走 他们应该杀不索 他想给我C 然后一个B这边我有跳刀 再刻一个魔棒 并没有B死我 再走一下背 可以个骨 可以个骨灰 直接跳走 不让他找到不动 哎 这边还有一个 在A一下 他在吸我血 给他掏一个骨灰 他应该死了 然后一下非常极限的 把他的这个技能 啊 他的那个技能 要放技能才会没有的 那刚才说 他这个放学的时候 对吧 然后看见一个 这个就是 那时候是什么 一个反正一个排排 啊 很重的 然后蛮大的 然后倒倒在这个马路上了啊 虽然说不影响交通 但是影响这个行人走路 对吧 我就 就是很多人都都无视了 然后就扶了一下 然后 这马路旁边就有位老者啊 给我举了个大拇指 真的 目视我啊 走到了这个拐弯的地方 这时候咱们班长就来了鄙夷的眼神 看着我 哎呦 就好像哎呦 你好像特意去做这件事情 特意去讨夸似的 对吧 而这个班长后来呢 啊 后来因为 他他就是 呃 是喜欢一个女同学 还不是怎么 咱们俩都喜欢一个女同学啊 然后呢 班长跟我装逼 跟我俩装逼了啊 我俩装逼我 刚才装逼 就结果呢 怎么样 就就从这个 呃 眼神啊 从这个 形形体上啊 升级到了这个肢体上 结果那小子啊 这个恶人先告状 还去告了老师啊 这老师当然相信班长了啊 然后就把我骂了一顿啊 这个还是小事 到后来呢 后来一件事 我特别印象深的是 我有一天 还是我放学的时候 就那天是呃 那个剪 扶起那个路牌是中午啊 那放学是晚上 那晚上放学的时候呢 我回家啊 回家 我看见这个家对面啊 家对面那个 这个地上 地上有几块石头啊 几块就是像 工程用的这个大石头 这石头上面呢 居然有一摞钱 这个你看 我们小时候 真的一摞钱 是什么概念 我东张西望呢 我看到底有没有人来啊 我想是不是 谁谁掉在这的啊 但没人啊 一个人都没有 那我就把钱 这个拿回家了啊 当然我没有放口袋 我直接拿在手上 就拿回家了 我说我捡到钱了 这时候呢 我本来呢 就是想问一下啊 会不会是我爸妈认识的 或者说是怎么样啊 掉了掉了钱 然后爸妈就就说 应该去拿给学校 对吧 然后呢 我就马上啊 没有耽误 大概没有耽误两分钟 因为我家离学校 就大概20米的距离 然后我就拿给学校 这个传达室了 对吧 就传达室呢 就是学校门口 然后啊 传达室就收了这个钱 记住啊 大家记住是一摞钱啊 这一摞呢 我当时真的是没有概念 直到我长大以后 想起来这件事情 这一摞钱 大概有个两三千啊 结果呢 很快 这个消息啊 没多久 全校都知道了 因为呢 这个明天 就是隔了一天 我去上学的时候 啊 这个广播室啊 就去去全校 就这个通报了啊 就表扬了 说这个 哪个班 哪个班的学生啊 叫什么什么名字 捡到了七百元钱 哇 那时候真的 感动的快哭了啊 没有想到这个 就是 就那时候 那时候被表扬啊 特别的就是会脸红 对吧 所以说这个就 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一个农夫 捡了个鸡蛋大的宝石 啊 想交给国王啊 这边那边看一下啊 就屠夫想勾 我先跳一下 然后又躲了船长的插水船 躲了四个技能 然后 顶着这个船游 F了一下 因为龙鹰也给了技能 他应该走不掉啊 我还有一个吹风 然后跳过去 一个一 砍一下 屠夫跳过来 咬我他 还有一个勾 我先吹自己 然后又TP下来了 一个沉默术石 加古法 这个古法又插起了 他的大棒子 这个时候我得躲一下 看一下这边 在那什么情况 这边这一波是五打五 我先过去一个跳大 一个一 然后一个F再 一个棒子 漂亮的疯狂杀戮 这一波 啊 男人 对吧 那么刚才那个 长得又 就是生活的琐事 所以呢 大家可能听了会有点 感觉有点长啊 但是呢 确实给我 怎么说呢 又很多感慨 因为那时候 对吧 小时候的事情 就怎么说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个农夫捡了一个鸡蛋大的宝石 想交给国王 于是呢 他只能交给县长 那县长一看呢 哎 换成了金蛋 交给了势力 那势力一看呢 换成了银蛋 交给了省力 那最后呢 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鸡蛋 啊 交给了这个皇帝国王 国王一看呢 那毕竟是子民的一番心意 于是呢 啊 奖励了农民 一百万 对吧 然后一百万变十万 十万变一万 农民从县里拿了一块钱的奖励 高兴的啊 哭了出来 哈哈 哈哈 这部视频还是给大家多讲一些这个游戏 因为这 这边啊 这部视频这个牛头可以说是怎么说呢 比较教学的了 就比较 哎 哎 这个这个跳到没有躲掉这个砸过来的这个塔的攻击 因为这部牛头节奏很快 然后技能的施放 对吧 特别是对于这个鱼阵的这个把握特别的到位 因为牛头我玩了很久 玩的比较多了 对吧 这个英雄 从最最开始的 五号位啊 之前的以前的牛头 他是先买眼啊 然后再给你出跳 现在的牛头啊 不是现在就是之前的牛头是先出跳 然后再来分担眼位 那时候呢 已经是四号位 对吧 现在的主力牛主二 这核心牛的打法呢 其实是列单位 啊 就是多套二的打法 那么中单位的牛头 怎么说呢 如果没有合适的中单 或者说你对你自己中单的实力啊 或者说对性的技巧比较有自信的话 对面又是像屠夫这种进战不克力的英雄 那么你完全可以胜任中单牛头 只要你对 对于这个技能的施放啊 以及对性的这个技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单牛头的加点 对吧 他是把F放在 就倒了一倒 辅助牛呢 辅助牛为什么要主F 很多人很多辅助牛都主二技能 那纯属是乐兵卵子啊 为什么要主一技能 因为你不可能快速出跳 也不可能有这种 很快的移动速度来走到别人旁边来放技能 所以一技能 眩晕的时间 1.75秒啊 加满了 然后再加上伤害 对于辅助牛来说 这就是他的核心伤害了 啊 而不是说你辅助牛 你也想一个F 然后快速走到别人旁边 什么放个一技能 再A一下啊 这个这个就 可能性就比较少啊 可能性比较 除非打配合啊 除非打配合 但是咱们这个就就路人局啊 那么这一把啊 节奏快到什么地步 19分钟杀了18个人 身上叠着8个骨灰盒都用不掉 而且呢 还出了跳刀加吹风这两个 吹风这个道具呢 对吧 他大家应该都看得懂啊 首先呢 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回蓝速度 然后呢 还有一个蓝的上限 对啊 还有一个移动速度 这个也是很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 然后还有一个主动技能 啊 像比如像 呃 一段距离 你跳到跳过去了 跳到CD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吹风 然后落地一个E 接一个F 还有就牛都跳大的时候啊 是怎么样 一个顺序呢 那很多人啊 就不知道了啊 一般来讲 就是跳大 然后接F 再接一个E 一般来讲 这一般情况 那如果单杀呢 单杀我相信我之前的视频 都跟大家讲过了 单杀就是你先一个E 把攻击叠好 然后过去 跳A 跳A E一下 F 然后再一个普攻 也就是说呢 你打出了 呃 四连啊 再加一 再再加一个额外的一次 叠上去的攻击啊 基本上就这样了 而这边20分钟的时候 我又掏出了一个BKB啊 BKB有了这个道具之后呢 就是对面现在技能厉害的 比如说什么水船啦 啊 包括古法啦 这种技能全部可以无视了 也就是说 呃 我20分钟已经打到了 没有人可以挡住我的地步 就是又是一个中单牛的恐怖之处 啊 你看他们打起来 我来沉默大都不怕啊 这是我慢慢悠悠的过去 先给他弄住 啊 先给他卡住位 这边一个被导弹弄住了 然后我一个E A一下 再一个F 砸死了古法 然后还早应该砸到了这个沉默术实 但我不敢这个沉默术实了 因为正面这样的打起来 我这边队友啊 正面队友全死光了 后面还有一个龙音 加上这个 没有过到我 然后我再开BKB 一个E 在A一下把他A死了 屠夫咬住我 这个只是被控制住了 没有吃伤害 一个F 一刀F到两个再砸一下 砸到了一个 而这边还有一个沉默术实 我这个大招就不省了啊 一个人呢 就是一个又是一波 非常非常极限 且完美的四杀啊 21分钟已经有两个四杀了 如果再刷掉这一个人 赏金的话就是五杀了 但这个赏金跑得比较快 这应该追不上了啊 很多人们就 为什么这个好久没出视频了啊 应该隔了有十来天了 这个嘛 我跟大家解释过很多很多遍了啊 首先呢 这个上个月出了五部视频 然后这个月呢 又连续直播了十几天 那么这个直播 当然就没办法 想做视频就没办法直播 因为基本上做视频都在晚上啊 以前都在凌晨通宵 最近呢 因为是个身体 实在是有点吃不消了 所以就晚上做视频就直播不了 其实作为一个合格的啊 作为一个正常的主播啊 就应该直播啊 不应该做视频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和我也和大家说过很多遍啊 也是也可以说是诉苦 也可以说呢 就是呃叙述 也可以说呢 就是这个 坦白的讲啊 就是说做视频 他就是不挣钱 因为你们看视频是免费的 对不对 但直播虽然说看视频是免费的 但是有人出这个钱 对吧 直播有礼物 对吧 直播呢 有这个签约费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呢 他就是怎么说呢 任何有价值的事物啊 都可以换成金钱 但是 这个做视频来讲呢 啊 基本上 优 也不和优酷分成 然后淘宝呢 现在 就因为 买的人当然还是有啊 当然 当然大家这个 只有大家买 我才挣钱吧 当然因为随着我视频做的很久了啊 这个大家起码也看了 如果真的从第一步 或者说一开始开始看的话 起码看了有四年了 这四年 你随着年龄的啊 这个四年 你平时 比如说你在学校啊 你这个 呃 键盘呀 鼠标呀 耳机呀 啊 包括这个衣服呀 你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实很多东西 你包 你比如说啊 你键盘 你想买好的啊 但是咱们的所有淘宝店 都是针对学生群体的 包括价格呀 啊 所以说你可能到了 工作毕业了之后 你 你要的东西 怎么说 你眼光高了 或者说呢 要东西比较好了 所以说咱们的淘宝 就是你可能就也就 不需要了 所以说 所以不止我一个人 所有的视频 主播 视频解说 我都知道 这视频不挣钱了 啊 所以 最好证明的一点 也不用我自己 自己去给大家说 就是 基本上没有人做视频了 啊 因为做视频 就不挣钱了 啊 做视频纯属浪费时间 你 你直播 讨好粉丝也是挣钱 啊 但是你做视频 你不挣钱 讨好粉丝 没必要了 这边都是这个想法 没必要成本太高了 啊 很多这个看我视频的 其实也有做这个互联网工作的啊 或者是 有呃 有相相关联的啊 都觉得这个赚钱太难 其实主播这个行业 你还是 其实你知道的太少 对吧 前有游戏主播 月赚百万 后有知识付费 水涨船高 对吧 这个时代进程的演变 越来越多人 其实很多人对网络的观念 怎么说呢 已经有免费 走向了付费啊 其实 包括我的这个视频都要免费 呃 这免费了很多 有十几年了 啊 免费了十几年 就是2016年 是这个知识付费元年啊 很多人可能还懵懵懂懂的 没有看到这个 哎 怎么知识付费 没有看到这种 这个红利啊 大约你们 呃 给大家说也就是 比如说 呃 知乎啊 知乎 知乎 一场29块钱的恋爱课 有1.2万人参与 也就是说 1万乘以29 就是一场恋爱课 可以收益 34万元 啊 这个知识付费 其实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 所以说呀 这个免费了十几年 啊 终于开始知道 免费 就是最贵 这个道理 对吧 所以说你们现在看到我的视频免费 你们知道有多庆幸了 对吧 而且是正儿八经的免费 对吧 什么恋爱课啊 你看我视频 知道林志玲也不是特别奇怪的事情 哈哈哈哈 当然就有朋友可能会说了啊 就就你这文化水平啊 这个当网网出身的能 就能开做视频能学到什么东西 对吧 确实啊 所以说每一年的这个教师节 我都会想到就是 老师对我说过批评我的话 呃 成绩不好 人长大王还有什么用 所以说我每当天 每当教师节 呃 我我都特别的悲伤啊 啊 这边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我 已经追到了对面的这个高地 一下的伤害已经达到了800 基础800攻击 基本上A一下 就是一个 然后再来给 这个屠夫明白 对吧 中单 你敢 你敢 你敢比我多200血 就敢单杀我啊 我就跟你说我这哎 他对我活了啊 他跟他跟我那没够到啊 他这个预判预判错了 那边他跳过来 应该是想咬我 但是我这个血量啊 把它吹起来 啊 但是这个吹把龙翼的大给吹没了 不过没有没有关系啊 这波先走一下 出了龙星之后 我的血量是3223这个上限 对吧 有着这个呃 吹风之后 我的蓝量上限是1014 完全够我放N个技能啊 然后贴脸承受他们的攻击 就是基本上你贴脸 把这个一打出来 一定要承受伤害 这边一个一一个F 再一个普通攻击杀死了 对面的沉没术士 然后船撞到我了 他这边吸我的蓝 我再一下震一下 但是这个古法呢 有A杖啊 他可以无限的吸来 这个车给我点拉 我一个普攻 然后走过去 给我回来 再一个普攻 A一下 再A一下 看BKB 再F一下 再A一下 杀死了对面的古法 然后这边跳过去 A一下 A一下 再A一下 完成了一波 散杀 我真的想问一下 我到底是有多猛 28分钟杀了31个人 连队友对吧 都打出了这个V5 很多看我视频 但是玩DOTA玩的少啊 甚至不玩DOTA 只看视频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真的不知道 在这个外挂横行的年代 还能打的这么的精彩 连队友都跟我朝拜 像这种局真的啊 只能说如果大家都正常情况下 中单牛头打出如此之高的水准 很不容易 对吧 第二件装备 把魔棒这个吃了卖了 准备 其实这个局势啊 才29分钟 你要做兵甲啊 或者做其他装备 什么暗灭了水晶剑了都不太合适 其实水晶剑啊 水晶剑在牛头身上相当于在船长身上一样的 如果不刮出暴击啊 如果不打出这个暴击伤害 你这个普攻A的又慢 对吧 频率你只能E一下 你还能 你普攻的间隔时间 你还要等这个E的CD呢 所以说牛头和船长就做大炮 这种感觉性价比真不是特别高 可能这个你做成极紧 你这还不错 对吧 因为你有这个概率嘛 概率性事件 对吧 你可能寡意到大家都死了 这边可以看到 屠夫现在我们这个血魔 然后血魔看到BKB 这个屠夫看到这个刃甲 我一个F把这个古法的C给打断 然后F住了很多人 在这边我们好像 只有一个血魔了 其实对面打团也不弱 大家可以看到 并不是说这么虐猜局 在这个平台已经没有虐猜局了 就看谁没开图而已 这个匹配机制呢 就是我2000分可能匹配到400分的 这个就是水平 可能相差会会有这个相差 但是呢匹配很快 这优点就匹配比较快 那对我们这种高峰玩家呢 是比较好的对吧 因为你匹配快 然后这个不会像 就要平台就是匹配的比有时候就比较慢啊 哎这边我BKB都还没看着你跟我过去啥意思啊 我再一个E 我再一个大A两下把他给搞死这个古法 我BKB看你还在洗我啊 吹一下啊因为我这血量刚才掉的比较快 A一下A一下不会把古法给搞死 这边有赏金 哎呦这个最后死我了 还好我被撞一下居然还有300血 但这个赏金隐身了我比较怕啊 300多血应该没有太大 这三级红杖的赏金呀 这赏金也1000多点蓝上线 这个红杖 这就恶心了啊 感觉这赏金居然这个蓝还有那么多 这主要把这把对面就怎么说呢 这个对面这个大哥没有成型 没有成型的话 那么我这个明天说其实应该还配个兵甲好啊 但是现在配兵甲呢 就是太快了 所以呢我准备做两个龙心 两个龙心呢你血量上限高 再加上牛头的E 它是在你的基础攻击力上 再叠加这个百分比的啊 所以再一个龙心呢 就是我的基础攻击会变高 我的血量会变高 当然两个龙心的回血应该也是可以叠加的啊 这牛头这个装备啊 他虽然说是一个控制 然后他定位呢又是比较辅助啊 但是你像牛头这样的 英雄啊和技能的话 就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这个 刷新啊应该出刷新走两个大两个两套技能这样的路线 但是呢你实际打出来啊 你还是就是你比如说你牛头做刷新的话啊 还没有就是我这样 你血高对吧 又就是防后 然后呢 可以放也是可以放几套技能 但是不是一下子放 这样的效果会好一点 像牛头 他也是有A仗加成的 但是他的A仗加成真的满一般 他只加成了他的这个大招 也就是说大招就是打高一点伤害 就是AOE伤害会高一点 你像我这样A一下 对吧 A一下就加这么高的攻击 你可能A一下你就顶一个刷新 就是有顶一个刷新光大那一下的伤害的比例就很 就怎么说呢 比如说 二分之一 啊 那你就一两下的事情 对吧 你AOE伤害你可能就是大招不会放的那么完美 会让你用刷新大也大的那么完美的 所以说你实际操作起来还是不要就走那种A仗刷新啊 你看A仗牛头出A仗真的很少很少很少人会出的 你还不如对吧 你做一个什么天堂了 你做一个现在有新装备对吧 你做一个微光披风啊 甚至你可以做一个这种那个反弹的叫什么莲花的好啊 还是尽量到后期就尽量就AO真的就打控制了啊 那个伤害真的很一般啊 特别是你一的伤害就一的伤害就倒是非常可观 因为用来单杀的毕竟不一样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时候居然开了一个大招啊 这边一个古法丢了一个锤子 我一下A一下就直接躺了 那一管血那四分之一血就直接躺了 这种法式英雄呢 我呢就是一下那真的是致命啊 啊都特别怕牛头近身 你看这边我跳过去一下 这个屠夫你看我你看我BKB 我A一下就给他搞死啊 这边我大招没有把他吹起来 看我再一下A一下直接大半行血 这输出4500血随便顶塔 对吧随便顶塔 我这普攻就得快300的攻击 这边这个牛头买活 啊这个这个就漂亮了 三级红杖啊三级红杖三级红杖 还有这个船长一下我给他吹 哎这是有林肯还是什么 不管了后面还有一个屠夫 这屠夫我估计是真的暴力啊 这个没人打我这个龙心一触发血又回满了 而且这个血是百分比的 所以说你血量上线越高啊 你回的就是越快就成了 都不杀你了还要过来送 但他有这个传优效果啊 我现在就先打塔 所以塔打一下估计都都得很多血 你要是在暴击的话啊 暴击一下 其实都不用出了打他 这暴击的伤害打他根本就承受不住 还不如留个格子出其他装备 你看我现在他基本上就不能跟装备了 如果要卖的话就只能把吹风给卖了 就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先做个飞鞋啊 这飞鞋这个道具呢 呃可以合成大飞鞋啊 大飞鞋这个装备虽然说这个成本特别高 对吧你要合成飞鞋再合成大飞鞋 就直接是一个BKB的价格 但打到后期这个大飞鞋的作用呢 是什么啊 打到后期基本上如果不管是顺逆风局 对吧都要面临几个问题 首先呢 代线啊 不管是你代线还是队友代线 那代线呢就会有风险啊 不管你们是去抓人中啊 代线中啊 比如说一个人代线其他人抓人啊 或者是你们就比如说蹲着代线的啊 三个人蹲代线的一个人去带另外一条鞋 那么这个时候大飞鞋啊 直接飞到你队友的身上 是吧 这个百分百降几乎不被秒的情况下 这个百分百降落 如果你这个飞到一个兵身上 那么就恐怕在大后期种局面上 这个小兵啊 脆的就像一张纸一样 你很可能降落失败 而导致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支援你的队友 好 这边对面是抓到了我们的血魔 血魔BKB已经开完了 这边我想F的时候 沉默开了一个大招 那么我就先不用BKB跳过去一个大招 三连 然后拍死了这一个赏金 这个船长一丝血直接把他A死 然后我们看这边是屠夫勾了我们的队友 打了一个盾 这边还有一个古法 先把他吹起来 我的蓝并不多了 面对这个棒子强行放了一个E 然后把他A一下 A成了一丝血 这边他吸我啊 我的血让他吸 吸吸一棒子 把他给捶死 这飞机还有心思给打野呢 这一波的话呢 对面杰杰雷波非常完美的进攻 可以看到对面是知道我们这没眼 而且正在这插了线眼 来抓我们的这个血魔 但是呢 我一个汉地神牛 对吧 一个他们没有办法阻挡的男人 上了之后 他们只能啊 只能撤退 就如同这个天灾的英雄一样 受敌人尊敬 受队友敬仰 我们这个小时候 大家都有 这个英雄主义 啊 在我这个生日的那天 这个蜘蛛侠三也上映了 对吧 这个 什么复仇 复仇者联盟的这个成员啊 对吧 这里面讲的这个蜘蛛侠 所以我们 以前啊 都特别的这个英雄主义 每个人都 不说想当英雄吧 至少特别的羡慕 对吧 蜘蛛侠啊 对吧 这个 乐于助人啊 然后 各种就是超能力 对吧 像咱们这个年纪 其实 怎么说呢 呃 特别像这个咱们就是比较早进社会的 对吧 懂事的 说算是懂事的孩子吧 在懂事的孩子呢 要比其他人这个承受的更多啊 承受更多的 怎么说呢 呃 概括一下呢 就是痛苦 对不对 你像小杰不是 我好朋友小杰 看完蜘蛛侠啊 本来就 呃 呃 我也想当蜘蛛侠 你吃个鸡吧 呀 你吃啊 这小时候确实的 咱们这个 呃 羡慕这个 羡慕那个人 羡慕这个人啊 羡慕蜘蛛侠 羡慕钢铁侠 这终于 现在呢 终于到了小时候羡慕的年纪啊 却没能成为小时候羡慕的人 哎呀 这说说的真伤感啊 这边我们这个楼音被后面这个赏金红杖又垫死了啊 这个赏金这个英雄 现在就去前来确实来的太快了 这本来杀人就钱多 再加上他的这个标记钱啊 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把这个红杖给做出来 而这样吧 请比如说这个赏金赏金一般现在也不走列单了啊 现在就游走 基本特别是由衷啊 然后这个抢服 完了之后呢 只要有人头进账啊 然后快速到达六级 这个时候开始赏金呢 怎么说呢 是一个飞速发展啊 飞速就是能够掠夺吧 掠夺敌方资源 然后能够出装备的时候 那装备呢 基本上第一个大剑红杖啊 你看一下啊 我这个输出一一下一千多 基本上两棒子两两个棒子啊 就把它给搞死了 就把我开BKBTP了啊 不跟他们这个多纠结 五五千来块钱啊 五千来块钱 其实圣剑还差一点啊 圣剑还差一点 就先搞一个水晶剑 你要在外面 什么时候可以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下这个赏金的钱 到底来的多快啊 因为现在这个版本 你要说这个 比如现在这种局势啊 只要赏金能够打赢一波团 几乎就可以这么说呢 这个经济翻回来很多很多很多 尤其是这个大人头 这钱比以前这个多多了 呃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赏金现在的作用啊 和以前相比有什么 哇 这一个暴街 这还是 这还这还只水晶剑啊 老铁 啊 所以这个赏金啊 比如说前期红杖 对吧 红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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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杖到了五级之后 可以出蓄灵刀了 其实做 如果正儿八经顺的话 二十多分钟 就是二十分钟左右 啊 五级红杖 然后二十多分钟 这个蓄灵刀做出来之后 还能 以前的赏金差不多就这样了 那么 现在的赏金呢 啊 可以做一个 这个反弹的 可以做扬刀 啊 反弹就是那个 板甲加尖刃球 然后再加一个卷轴 然后还能做一个 比如说大勋章之类的 就它的功能性变多了 而不是只是 偷鸡 对啊 能偷对面对方的 后排 在赏金 在前排的战斗能力 或者说是辅助能力 强的特别多 这边我做完大炮啊 普攻是一千多 加上一的普攻是一千多 对面这个沉默术 已经发现我了 把我的篮搞得特别的少啊 然后他开绿杖 我这边 我一下 直接把他头骨都给敲碎了 然后这个赏金 FCD马上好了啊 他好像是跳走了 F一下 落地给他 开绿杖了啊 他是 一锤给他给敲死 让他还在后面这个红杖 让他感受一下 什么叫绝望 被骷髅王捶到了 六杖时间到了 一个一千多点攻击 再加上有大炮的牛头 在他旁边等候了 这场景 恋人买活了啊 等会儿给他看一下 什么叫做 哎呀 针对我 我还有BKB没开的 看BKB 你还怎么针对我 又船游 他还想勾我啊 两下暴击 八百一乘以二 自杀了 随时 随时保持着自己有意的这个状态 然后跳过去 快 哎呀 这赏金又走了啊 这赏金现在 不过没有事 我先回点血 你们看我这个回血 一秒钟可以说是几百点啊 一秒钟估计有个两百点 那现在他们只要是对我 就杀不死我啊 这技能都放完了 没有 没有多少秒就回满了 这边啊 吹起来 我一朗头给他敲下去 这暴力 告诉你什么是暴力 这个 这个场上你放尘油 你放尘油啊 你放尘油 你想走 想走 我敲过去 最后一个 两下 出一个暴击死了 双杀 这边蓝不是特别足 没有睁眼 没有睁眼这个赏金啊 这特别讨厌这个赏金 恨得我牙痒呀 你们看能不能打出一个暴击 我跳过去一个 我还要吸我啊 等下我这个回不了蓝 你看他那个棒子 他棒子在我回不了蓝的赏金 这赏金把我们的这个龙蝇给搞死了 哎这里有这这 哎呦这龙蝇不是这龙蝇有标记啊 他太太死了 这个龙蝇 看我能不能回满50点蓝 趁他在杀 哎 还解标记啊 但是这个赏金应该还是能够把这老的伤 他就回去补血了 这一棒子啊 就是蓝少了点 出了两个龙心把吹风卖了之后 完全没有回蓝的装备了 谁还把我吹起来了 我一个一 我看一刀屠夫 我两下屠夫就倒地 看一看 等我等我这个 我拉死你 我还给我烫骨灰呢 我操了 刚才把这个棒子给打掉啊 这个棒子 这个棒子可以让让我回不了蓝啊 六千点选 是一个 银月之金啊 加这个百分之啊 加这个60攻速的 因为我因为我现在攻击高了啊 我攻击高 我这个攻速慢是我最是牛头最大的一个就是 缺遗憾 啊这么高的攻击你就算不叠这个一 你有大炮的情况下 你当然是希望你攻速越高 你打出的次数越多 那么触发的这个大炮的概率就越高 对不对 打个盾啊 打个盾差不多可以了 46分钟杀了47个人 我究竟他妈是有多猛啊 就这种局就这种牛头 虽然说很难模仿 很难超越 对吧 但是就像这个 咱们羡慕的英雄主义一样 就像这个蜘蛛侠一样 至少啊 给你这种一种 欣赏吧 羡慕 对吧 都想玩一个电竞游戏 都想成为大神一样的去杀戮 对吧 在队友 逆风的时候 能站出来 扛得住局面的男人 啊 real man 这边上路这个应该是赏金 我不管了啊 先把这个 弄死啊 看我的攻速 这攻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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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晕得0.6秒的时候啊 还能搞几下 行吗 拿走啊 往哪走 往哪走 还给他输血 还给你输血 你母牛不能生育 你牛逼坏了 出个A战 还给队友输血 对 在我这牛头一千多攻击下 那不是异想天开吗 对吧 不过现在 现在这个 这个古法 玩的确实 挺 挺怎么说呢 挺好的 对吧 这对我来讲 挺恶心的 现在这个古法 就出了A战之后 能给队友输血 而且在刚才 加血的速度 还挺快 如果再加上船游的话 确实啊 挺难杀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最刑的这个赏金啊 还把我们的骷髅王 给单杀了 这个你能忍吗 挂了一个导弹 然后刚才还给了一下普攻 他应该跑不了 这边准备 吃我的大棒子 吃我的暴戒 暴戒 哎呀 这概率确实有点低啊 不像这个什么 虚空假面 开了疯脸 巨魔开了大招 或者说 骷髅王出了强 骷髅王本来就有这个暴击的 这个暴击概率太低了 所以说你比如说 你是一个船长出了大炮啊 什么圣剑大炮 你得多少下水刀 才能刮出这一下暴击 等你刮出暴击的时候 基本上团都打完了啊 而且船长这个应用 如果出什么圣剑大炮的 他的回血就很慢了啊 每一个就是你出装备 你总有缺陷的 像现在这版本 船长插自己 然后去 水 刮水刀的话 就很难实现啊 真的很难实现 现在插自己 好像是能够被吹风给破的 而且 插我了啊 我开了BKB 就是一棒锤 看见没 站在敬畏的家门口 来给他表演一套 大匹刹 小匹夸 老汉推车 倒瓜辣 前背包 后背包 鬼子 扛枪 耍大刀 左脸旁上写了个神语 针锋 右脸旁上写了个天下无敌 我脑门上写了四个大字 谁敢扔我 暴击一下 两千九百七十五 五十七 听说这五个人见了我叫发抖 听说这牛头杀人数 跟着时间走 这玩的就是 押运 来告诉你 中国啊 他真的有戏哈 就问他能不能让我杀最后一个人 五十 可是他们基地要爆了啊 这五十分钟杀五十个人的感觉 哎呀 我操了 这个结局呢 稍有遗憾 但是 这让我们找到了相同的地方 许多人 和这局游戏一样 都输给了时间 我的直播间 我虎牙屏的 90358 虎牙屏的 90358 我们下期再见